大批善信赖年初一去到黄大仙池上头住香 而黄大仙池今年完成扩建 有善信说秩序比往年好得多 食食员就估计今年上头住香的人数会超过10万人 张建义报道 乔征午夜12点黄大仙池大批善信一起上头住香 其实按照中国传统应该是指示 即是晚上11点 是正式踏入了大年初一 但是不少的善信都惯了在五夜上头住香 除了来上头住香之外 不少善信都拿回一个开运的封车 祈求新的一年合家平安 今年黄大仙池完成扩建 供善信上香的位置增加 由往年只得一个增加到今年的三个 加上黄大仙池禁止善信带元宝 粗香和蠟燭 只可以带九支善香入来 有善信说安排比以往好 今天安排比往年好很多 往年会是怎样呢 往年迫在一起 没有空间给你走 还有被人分楼得分楼 今次非常好 踏入套年 有善信说新年愿望 祈求新一年香港经济继续唱旺 求香港老少平安能人有工作 经济好些了身体健康 至于负责管理黄大仙池的息息园预计 新春期间入场的人次 渴望达到一百万 比去年增加两成 亚洲电视记者张建业报道 维园和旺角的年宵市场 昨晚人头涌涌的 有不少摊档都说 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好 可以过一个肥年 黄维园报道 维园年宵可以说是越夜越旺 人流多 天功又做美 做生意当然高兴 这个大学生连续两年都在花市摆档 他说今年的销情好过去年 今年又回到本了 今年的生意额都是正赚的 卖力价38%一个卖家全货 剩下全货较多的档口 就努力减价促销 希望要钱不要货 赚多点钱过过费跌 卖失货的生意一样禁旺 这档桃花即使比去年卖贵一半 都已经全部被人订货 年26 礼拜六开始 27 28 29 年4天而已 我都没试过 36年来也没试过 有这么旺 这么多人流 这么多人买东西 旺角花区的年宵市场 热闹不差过维园的 有中学生自制兔年桃花 之前卖完要再加货 年宵未完也都差不多买了 不少档主都说 今年天气特别冻 新年的气氛都浓一些 市民亦比去年阔却 亚洲电视记者黄慧玉报导 浸池医院一个宝宝在搭镇 零时零分顺产出世 重2.85公斤 成为本港第一个兔年宝宝 而玛丽医院也有个宝宝女 在零时52分顺产出世 重3.23公斤 澳博主席何鸿燊 年30晚透过录影片段 发生春河池 他祝澳门市民安康 社会百业兴旺 在澳门到处都有 武龙武师的 庆祝农历新年 亦都有人放炮奖慶祝 而在妈祖庙 有大批善信上头住香 期望韬年事事顺利 内地春节气氛浓厚 国家主席胡锦涛 去到河北保定 他和民众一起 击鼓河水 林丁永波 国家主席胡锦涛 到河北保定一条村 下望村民 村民穿上传统服饰 将灯热彩在歌在舞 还邀请胡主席激鼓 庆祝新年 我们来到这里 向乡亲们拜祢 他探访路村民 祝他们套年身体健康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到 安徽的大别山 和民众一起吃团年饭 庆祝 全国各地 齐齐送虎营套 在寒南蜂羊 280名农民 组成激鼓队 用鼓声迎接新年 而在河北唐山 小朋友掌住学剪指 当然是想剪回兔子 应哲啦 在北京 中央电视台年30晚 举行春节联欢晚会 两岸三地歌声艺员 合力演出 半道新戏 下周电视记者 林乘明的到